大马路上车来车往 主观镜头的行人走在穿越道上 根本不等车辆闲过 不少车辆放慢速度 行人惊险闪过 顺利通过第一个路口 来到分隔岛继续走 执行车辆看见他 有两台立刻击煞 让人捏把冷汗 有那个行人有讲说什么 行人地狱之类的 就觉得蛮可怕 虽然现在有在倡导 行人的路权 走路不够专心 但是比较危险 网友看见惊险画面 都说这是个狠人 用生命在捍卫路权 地点在台中市西区 五泉路流川东路口 直击这个路口没有耗之灯 行人要等前后上一个路口 红灯了才能安全通过 不少人想搭公车 抢快狂奔穿越 也遭质疑是否违规 行进行人穿越道 除论有交通指挥人员 指挥或后置指示 均应暂停行人 先请通过 警方强调 无后之路口 行人走穿越道 不管机车汽车都得离让 但麻度如虎口 难免有个万一 拿生命开玩笑 出事了可来不及后悔 记者杨胜李云杰 台中博导 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 好